接着镜头带应到台东市 19号晚间6点多左右 台东地区一辆台湾烟酒公司的货物车 准备将物品送至仓库 但是突然冒出了黑烟无法熄火 司机是赶紧通报消防队 而消防队到场的时候也不敢大意 利用了热显像仪器来观察车子发热原因 并协助邻近修车厂来协助维修 有惊无险的结束了这一场惊魂祭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消防队的人员正拿着热像仪 检查货车的车身 要寻找是哪里出现问题 才会导致车辆不断冒烟 昨日晚间6点多左右 正值下班时间的泰玛里街上 出现了阵阵的浓烟 而黑烟的来源 则是满载货物的台湾烟酒的货物车 司机表示 自己刚到地点准备进行卸货 却发现车辆无法熄火 且不断冒出浓烟 吓得他赶紧通报消防队 而在消防人员赶至现场之前 司机也在这场次熄火动作 并顺利加车辆熄火 我刚刚就是发动之后前进 后退之后就空转 排胆空转 所以说才会一直冒烟 熄火洗不了 所以之后怎么洗掉的 我就是多踩了几次刹车 然后把车头抬起来 找一下这个线 我们到达时候已经完全没有火烟 那我们用那个热血器 热血向你看去看 就是已经部分在发热而已 已经没有明显的火线 跟那个冒烟 就虚禁一场 对对对对 现在是没有危害了 现在就是看车主 跟厂商做的 所幸整起事件并没有造成起火 否则后果则不堪设想 记者陈静林 泰马里相报导 好